1月5日凌晨,随着科技春晚CES2022的正式召开 AMD、英特尔和OVIDIA又一次拿出了全新的技术和产品与玩家们见面 比如面向移动端的锐龙6000系列处理器 12代酷锐,桌面版的RTX3050显卡等 同时也有不少新东西值得我们关注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首先来看看OVIDIA发布的全新桌面显卡RTX3050 其实从2020年年末泄露到2022年年初的问世 跨度三年的RTX3050显卡,这次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据悉在规格方面,RTX3050仍旧采用了三星8nm工艺 基于了安培架构的GA106-150核心打造 拥有2560个库大核心,基础频率为1.55GHz 加速频率为1.78GHz 配备了128bit位宽的8GB GDDR6线存 其浮点性能为9TFLOPS 照亮性能为73TFLOPS 光追性能为18TFLOPS 至于具体的性能表现 根据OVIDIA公布的数据来看 RTX3050在1080p且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能稳定的提供超过60fps的帧率 同时相比GTX1650 性能最低提升了75% 最高提升了140% 但如果要我说 完全可以把RTX3050当作是光追加强版的GTX1650S 目前该卡国内售价1899元 将于1月27日正式上市 同时也会正式归属于30系甜品卡系列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们不妨期待一下 当然除了桌面显卡外 OVIDIA还公布了面向移动端的RTX3080Ti RTX3070Ti笔记本 其中RTX3080Ti移动显卡 拥有7424个库大核心 配备16GB GDDR6显存 功耗80W到150W 售价2499美元起 RTX3070Ti移动显卡 拥有5888个库大核心 配备8GB GDDR6显存 功耗80W到125W 售价1499美元起 除此之外面向创作者 OVIDIA还推出了全新的OVIDIA Omniworks平台 和OVIDIA Converse的升级更新 而目前个人版也已免费推出 最后在One Mouthing之后 OVIDIA正式预告了三菱系中的新一代王者 RTX3090Ti显卡 即将拥有10752个流处理器 配备24GB的GDDR6X显存 速率达21GDPM TTP光耗450W 这也将是首款 采用全新PCIe 5.0供电接口的显卡 至于细节方面 OVIDIA将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公布 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 然后再来看看CPU方面 作为在2021年连发两代库人的Intel 此次在CS2022上依旧是全力冲刺 一上来 Intel就正式公布了12代库人中的特别版 i9-12900KS 作为最近三代库人中的首款颗粒特条版 i9-12900KS的性能和最高锐频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5GHz 相比常规版i9-12900K 直接是提高了300MHz 同时其的全核锐频也有5.2GHz 相比常规版i9-12900K 足足是高了400MHz 看来这才叫做55%的全人类感谢 至于详细规格上 i9-12900KS依旧是由其8个性能和加8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程 拥有14兆字节二级缓存 30兆字节三级缓存 以及集成UHD770核线 除此之外 Intel正式发布了号称世界最快的移动处理器平台 12代库人移动版 拥有HPU三个系列共计28款型号 三别面向游戏本全能本和轻薄本 其中 Alder Lake Edge标压处理器 专为游戏本设计 共计8款 旗舰型号i9-12900HK和i9-12900H 有6个性能和加8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14核心20线程 性能和全核频率2.5-5.0GHz 能效和全核频率1.8-3.8GHz 拥有24兆字节L3缓存 最大家速功耗可达115W 同时这也是首款主频突破5.0GHz的移动处理器 至于次旗舰i7-12800H和i7-12700H两款 只是最高主频变为了4.8GHz和4.7GHz 其他方面则与i9一致 而i7-126500H则是6个性能和加8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10核心16线程 最高锐频4.7GHz i5-12600H和i5-12500H 由4个性能和加8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12核心16线程 最高锐频4.5GHz i5-12450H 由4个性能和加4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8核心12线程 最高锐频4.4GHz 然后是专为工作站领域设计的奥德雷克P系列处理器 共计6款 其的核心规格与奥德雷克H标压处理器一致 但拥有了更低的能耗和主频 至于详细规格方面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暂停观看 最后则是面向轻薄版的奥德雷克U 低压处理器 共计14款 其中i7-i5级处理器 仅有两个性能和加8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为10核心12线程 而i3级处理器 则有两个性能和加4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为6核心8线程设计 除此之外 奔腾8505-8500和赛阳7305-7300 都是一个性能和加4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为5核心6线程设计 详细规格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暂停观看 当然所有12代酷热移动版处理器的核显部分 均是搭载了英特尔早已预告的差异核显 性能从高至低分别是96EU 80EU 64EU 和48EU 据在性能方面 根据英特尔在SpeakRate 2017的测试中来看 i9-12900HK的每瓦性能表现 已经完全超越了苹果的M1 Max处理器 同时也远胜于AMD的锐龙9-5900HX 而在部分Adobe Autodesk软件中 i9-12900HK相比上一代i9-1980HK 性能最高提升了44% 相比苹果M1 Max和R9-5900HX 表现依旧领先 至于在具体的游戏表现中 i9-12900HK更是直接获得了28%的性能提升 足以可见 差异核显的确是英特尔此次的拿手好戏 当然最值得高兴的还是英特尔一同发布的H670 B6600和H610主板 相比此前昂贵的Z690主板来说 几百元到1000左右的价格 就能完美体验到12代酷睿 确实是更香 除此之外 英特尔也终于更新了12代酷睿首个官方散热器 包括带RGB灯效的RH1散热器 可以配备Turbo功率为202W的i9处理器使用 而i3 i7处理器则是配备的RM1散热器 可以应对180W的Turbo功率CPU 至于入门级的奔腾和赛阳 则搭配的是RSE散热器 而备受玩家期待的桌面端ARC显卡 英特尔也已做出预告 将会在今年Q2季度推出 所以请玩家们继续等待 除此之外 在技术方面 英特尔的DeepLink超编码技术 可利用平台的全部功能 并在搭配使用酷热处理器时 为PC实现多项加成 同时在面对创作者时 该技术还可以调用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 来对同一个视频流进行编码 从而加速创作 至于备受玩家们期待的桌面端ARC显卡 英特尔也已做出预告 将会在今年Q2季度推出 但其所拥有的X1SS超级采阳技术 目前已与众多游戏公司达成合作 并在不久之后推出兼容版本 比如死亡搁浅导演剪辑版 杀手3和超级房车赛等 同时未来还有越来越多的产品 将搭载ARC显卡 所以还请玩家们继续期待 好了 以上内容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由于时间有限 AMD部分的CS2022 将会放到下期视频中 再给大家继续讲解 还请大家耐心等待 而你的一键三连 将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